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第一个故事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七个肿瘤 它是我作为摄影师拍摄的第一组作品 拍摄于十年前 那个时候我正在美国求学 然后是正在念研究生 然后在研一升研二的这个暑假 我机缘巧合地参加了一个社会实践的项目 然后回到了中国的陕西西安 然后在西安的街头呢 我偶遇了这样一位妇女 她脸上长满了肿瘤 然后再沿街乞讨 我上去和她攀谈起来 在聊天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她路过的所有的路人 基本上都会对她表示出一种 比如说害怕啊 近而远之啊的这样一种好奇而探究的眼神 并不能算非常的友好 但是呢 在交流之后我发现 她其实只是一位普通的母亲 她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然后患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疾病 所以当时聊日聊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和她搭乘了这个公共汽车 然后坐了几个小时的公车 来到了她的村庄 就是在距离西安 大概有三两三个小时车程的这样一个地方 我在她家住了一个晚上 拍摄了两天 拍摄了一组照片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拍摄这个组照当中的几张 像右下角的这样一张照片 就是那天晚上我住在她家里 我们当时的一个居住环境 那在这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我有一张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照片 就是这位叫做李红芳的妇女呢 她有一只养了八年的狗叫贝贝 然后呢 在我们走到村口的时候呢 这个老狗就远远听到了我们说话的声音 所以就大老远摇着尾巴跑出来迎接她 然后一直跟着她到了家里蹲下来 第一时间跟寄非常喜欢的小狗 在互相打来招呼 所以当时作为我这样一个旁观者来说 我就一路随着她回家 然后一路感受到周围的路人 包括村民对她的态度 再相比起来这样一只叫贝贝的狗 和她之间的这样一种感情 其实对我来讲冲击还是蛮大的 但也是因为这样一组照片 我当时拿着我人生中刚刚买的 第一台全画幅的相机拍摄了 用全自动挡拍了这组照片 然后回来之后把它发布到了网上 然后配了一些文字 然后非常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些 越来越多的朋友的关注 然后随后开始有一些媒体的报道 越来越多媒体的报道 然后最后呢故事的结果就是 陕西省的政府免除了她所有的医药费和手术费 然后这个妇女呢也接受了免费的手术的救治 那我也是因为这样一组照片呢 感受到了影像的力量 所以在这之后呢 我就决定从各大的经济和教育专业毕业之后呢 成为了一名独立摄影师 第二个故事呢 发生在甘南的草原上 有这样一位僧人啊 他在这个拉布朗寺出家 那拉布朗寺呢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藏传佛学院 其实就类似于像我们的清华北大一样 非常的南静啊 那这位叫做桑杰的僧人呢 他还是在文学院出家 也就是相当于分数线最高的一个专业 然后我知道他呢 是因为我从朋友的口中得知 就是这样的一位出家人 他因为突然意识到 就是在甘南草原上 因为日益增多的游客 以及大家环保意识的缺失 出现了这个草场退化 然后垃圾越来越多的增加 包括当地的牧民 对于这个处理垃圾 也非常缺乏环保的意识 比如说经常会出现 焚烧野埋垃圾这样的一种行为 所以呢 他突然在某一天就决定了 自己要开始一个修行 那他的修行呢 就是带领当地的牧民去捡垃圾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 其实就类似于 你有一个家人 然后考上清华北大 但是突然觉得要去捡垃圾 然后就引起了当地的 非常多人的不理解 然后包括桑杰师傅 他的这个母亲和姐姐 也曾经哭着跪在他面前求他 说我求你了 不要再去捡垃圾了 但是呢 就是对于这个 这位出家人来讲呢 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修行 所以他甚至还请了 外边做这个手工艺品的老师 来教当地的牧民 去做一些很可爱的小玩偶 毛钻玩偶 随便是我去了 刚才的草原 找到了这样一位出家人 给他拍摄了一系列的照片 然后包括当地的牧民 和他们的小玩偶 发布在了网上 希望可以带动一些销量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对于出家人来讲 他的修行是帮助生育他的土地 来报答土地的恩情 那可能对于我 作为一名摄影师来说 那也许带着相机去到世界各地 去记录和这个偶遇 很多很有意思的人和事 这就是摄影师的修行 当然还有更多的故事啊 比如说我也曾经在这个 四川的山里去 记录一些做描秀的老奶奶的照片 然后他们中的很多人 一辈子都没有拍过一张 正式的照片 包括他们在结婚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拍过正式的照片 然后我也曾经在这个 蓝仓江边的古盐田 然后去拍摄 一千三百多年的手工 世界上最后一个 这个手工晒岩的古盐田 还有这个在盐田边的 一些年轻的彩岩女 所以像这些的故事 对我而言 其实也就能够诠释 我对于时间和对于影像的魅力 因为常常会有人问我说 你做了十年的摄影 把自己的爱好 做成工作的这个动力 到一些什么 那我觉得像这些照片 对我而言 就是我继续拍下去的动力 那当然在平常工作的 大部分时间里 其实我是一名商业摄影师 我拍摄过很多很多的时尚杂志 明星 偶像 艺人 歌手 我见到过非常非常多 美丽 完美 闪闪发光的人 在我镜头前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会觉得 如果你能在镜头前有一些生命力的话 这样的一些人物会变得更加可爱 所以呢 我在去年的时候呢 也拍摄过自己的一个个人项目 叫做Body and Nature 就是去记录不同年龄段的女性 和她们相对应的植物 比如说像头发发白的老人啊 和这个 这个向上生长的麦穗 或者说正在换牙齐的小女孩 这个牙齿缺了一颗非常可爱 还像小雏菊 又或者说喜欢户外运动的女孩子 脸上有着晒斑和阳光下的植物 还有孕育着生命的这个女孩子 和这个含苞带放的花朵 又或者像是芭蕾舞女和这个 余美人 就她们经脉分明 以及有着这个肌肉线条感的这个 小腿在我眼里 其实是有一种相互呼应的美啊 那顺带一提 就是说Body and Nature这个项目 今年也准备继续拍下去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女生 如果感兴趣加入这个项目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私信我 没准我们可以聊聊 所以就是回顾我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拍摄 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 我对于恒对于时间的理解 就是没有一个人的容貌在镜头前 没有一个人的容貌是可以持久的 或者放到一个更大的时间维度上来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恒久的 永恒的 其实永恒更多是藏在瞬间里 或者说永恒是藏在改变里 就像这个Body and Nature这个项目 我想要表达的一样 就每朵花其实都有自己的花期 或者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时区 所以回到刚刚一开始和大家聊的一期一会 这样的一个词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对我而言 时间的意义就在于你怀抱着一辈子 只会遇到一次的这个心态 来郑重而认真的对待 你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生活当中的每一天 我觉得这个就是时间对于我的意义 也是摄影对于我的意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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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